五楼自转会西班牙人以来,就成为了中文世界的夜风常客。 近日,西班牙人家五楼的海带,投放在了城市的站立位置, 从机场、出租车顶到众多旅游风景胜地。 海带上有写仅有五楼一个人,第六五楼王牌球员。 除了西班牙女,家泰人那里和英语之外, 海带上还特别用汉语写着, 过来江维党,终于看出俱乐部吸引中国关注队的热心。 除了西班牙人俱乐部发布的海报, 图片来源,西班牙人官方微博, 据西班牙媒体马卡道报道, 西班牙人此举是想借世界一份通信贷户的热度扩大品牌影响力, 而以美泽当当起了宣传招牌的重任。 看起来,这个27岁的中国小伙子, 成了西班牙人的宠儿。 其实俱乐部的上盘打得很丁, 力捧五柳的背后, 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2019年1月29日, 五柳交门西班牙人后首次梦想, 全民到西班牙人对主场为五柳交游。 图片来源, 清华社区英国知名体育金融专家 罗伯特·威尔逊介绍, 循求俱乐部的盈利, 主要来自门票收入, 出售银体转购稿权, 知识产权和企业赞助生意。 这次各方面都需要俱乐部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商业要值。 对常年隐藏在世界豪门当下流浪俱乐部 云影响的西班牙人来说, 五柳的道卵, 使这个交太地区的俱乐部, 在华人群体的观众对于不登天, 庞大的中国市场, 更是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机会。 五柳于201高中超联费民度奔奖获得最佳球员和最佳射手, 图片来源, 周新社, 都和北京新浪网, 西班牙, 美业体育报报导。 根据统计, 自从与柳加盟西班牙人之后, 西班牙人主场两产权余的胜作率, 分别超过2.2万人和2万人, 中高于此前平均胜作率1.8万人。 全剩直播的观看量, 为发了好几倍, 客厂与巴联西奥一战, 与柳首发令中国某直播平台的段线, 观看盈数丰值基建万千万, 吸引了众多大牌管杠商。 2019年到月14日, 吴柳又一, 在八分流浪参加西班牙人队训练。 图片来源, 新华社吴柳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 更是超出西班牙人想象。 西班牙人官方英国的粉丝数, 在他加盟后两天内就翻了几倍, 从不到2万能增至接近8万。 他的西班牙人队友, 也背了不少中国粉丝, 吴柳加入不到一个月。 西班牙人官方推特的粉丝数, 从不到10万金刚至40万。 由西班牙人都特地出来, 让中文感谢本书。 周边产品的贩卖也破了纪录。 据报告, 吴柳加盟西班牙人养中左右, 他的球迷就冒出了五千件。 成为西班牙人本身系最多, 历史冒出了第三个球员。 他的24号球运与他售价85.95欧元。 算起来西班牙人, 已经从中生日超过40万欧元, 而他的年薪才得到100万欧元。 除了吴柳中, 与西班牙人俱乐部副主席函特, 所俱乐部体育奖金鲁瑟特, 共同展示球衣。 图片来源, 新华社如今, 他的球迷在官方渠道也已经社庆。 俱乐部局将推出 有他中文名字的相当版球衣。 与我俱乐, 使得西班牙人俱乐部 要感应了起来。 据西班牙安斯报报道, 西班牙人正在与多加赞助商却谈提升赞助费, 而且也得到来积极回应。 例如, 为了能够建立美项令 更好地打开中国市场。 西班牙知名体育运动品牌 KMJ 为了西班牙人提供约后的赞助合同, 在知名足球杂志 442 2018年停定的 亚洲五十代球星中, 中国只有五位艺人俱乐部赛, 贵略第十二。 西班牙人俱乐部副主席卡洛夫, 庞克承认, 起初引进与美, 确实是因为商业考量, 不过当我看了他的比赛, 我就问了, 他补充说, 他的实力在西甲完全没有问题。